Hello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又是我 DSC 索联文 来到我们的免费魔卷解卷部分 MC 卷第 14 条题目 如果还未下载我们的免费魔卷 可以在这段影片的 description 里找到 link 去教大家下载 你可以做完份卷才回到对答网 也是未遲 立即看看我们第 14 条 MC 说的是什么 现在有一个正五边形的柱体 要你找回正五边形柱体的体積 他给我们一些资讯 就是这个正五边形柱体的底部 当然会是一个正五边形 他说了底部的正五边形的每条边长 全部都是5那么长 然后这个柱体的高就等于8 然后他就问我们 这个正五边形的底面是5 然后高是8的柱体 究竟体积是多少 好 逢算体积 无论你是计算什么柱体 那个公式一定都是底面积再成高 底面积再成高 底面积再成高 好 现在高就有了 高他给了就是8 所以现在要找的就是找底面积 也就是说每条边都是5那么长的五边形 底面积究竟是多少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好了 我们在CBus 里面 还有NC的没有一条公式 是可以用来计算到5边形的面积 这个就考虑你懂不懂得去切角这个5边形 假设我在5边形的中心点 我拉几条线到那些角 应该这样说 拉几条线到那些角 如果这是一个正五边形的话 你可以将5边形斩开为5解 就是一模一样的三角形 好了 我们拿着其中一解三角形出来讨论一下 我们拿着这些三角形 将它放大一点点 就是将这个变成这个 放大一点点 我们拿它出来讨论一下 这条边就5大家都知道 好了 但这条角究竟多少度呢 大家又知道吗 其实是知道的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 在这里围着转一圈 即是围着五边形的中心点 转一圈 就是360度 现在是有5个角 平分了360度 所以这条角究竟多少度呢 其实就是360度除5 所以这条角其实是72度 其实是72度 好了 知道它又如何呢 其实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的部署就是 我很想计算到其中一个 这些三角形的面积 然后我将这三个人的面积 乘回5倍 那我就计算到整个五边形的面积 好了 所以我要计算这三个人的面积 我很想计算这三个人的高 究竟是多少 这一条高 我计算是H 我很想计算这条高 究竟是多少 好了 如何计算到这条高 关键就是 你知不知道这条角 其实是半只72 所以这一条角是36度 其实这一条角是半只72 所以这一条角是36度 我计算是几个人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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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得这条角 就太过丑了 好 其实这一条角是36度 好 那么它是36度 那又如何呢 你看着这半边三角形 其实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而这一条角是36 而这条角对着那条边 其实是2.5 因为是半条的5 所以我马上会计算到一条式 就是tange 36度 就会等于2.5 再除H 所以H究竟是多少呢 就是2.5 再除tange 36度 好了 这个时候 我终于找到这条H 如果有H的话 底乘高除2 我就计算到一个三个人的面积 我将一个三个人的面积 再乘5 我就计算到整个五边形的面积 有了整个五边形的面积 我就有底面积 有底面积 我成高便会找到体色 所以最后 五角柱体的体积 最后是如何计算 就是5 乘2.5 除tange 36度 再除2 这是在计算一个三个人的面积 然后我要计算底面积 即是五个三个人 我就乘5 这个就是整个的底面积 然后我再乘8 整个颜色 你便会计算到五角柱体的体积 究竟是多少 我们立即按机计算 5乘2.5 再除 tange 36 然后再乘5 再除2 再乘8 这里一按 答案自然是D 好 这题我们完成了 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